这个事情展示了中国目前在做的一些灰色地带战争的做法 在今天上午六点多 中国渔船闽龙渔61222号 在金门东定岛海域翻覆 船上六人落海 台湾海巡集中国救助艇合力搜救 已知救起两人 两人死亡 两人失踪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强调 两岸在抢救过程沟通顺畅 协力合作 那陆方在程序上都有给予尊重 我方基于人道都让程序顺利进行 海警船也维持善意 没有进入 请大家不要误会 这是当时有人拍到的 中国和台湾的多艘船艇合作搜救的这个画面 这起渔船事故抢救事件 由中方寻国际救援的惯例 向我方台北任务管制中心通报 由台北任务管制中心转报海巡署 海巡署接获通报 一分钟内就派遣线上执勤船艇 持员 后续加派三艘船艇 立刻于对岸合作单位做好搜救水域分配 中方搜救单位也联络海巡 提供潜水人员下水查看船舱 海巡立即评估下水条件 在今天上午11点左右下水搜救 目前在镜头内的是陆方及火方的搜救船船 今天3月14号的清晨6点02分 我们海巡署接获国说中心的通报 一艘大陆籍渔船明农宇61222号 在清晨3点35分 于金门东定岛西南方1点07里处沉没 船上有5名船员待救 本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 指挥金马鹏分署 金门巡防区以及海巡队派遣4艘巡防艇前往救援 巡防艇到达现场后确认预险人员一共有6人 目前双方搜救单位以及东定岛驻军共同努力下 已经救起了4人 其中两名生缓 两名无生命迹象 这是官方说法 通常在关于台湾的消息 我会相信台湾的官方说法 但有些时候例外 首先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在军事相关的消息上面 那全世界的军方和国防都是最不透明 最有意识的进行对消息的管控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也是完全应该的 好吧 那所以在全世界的军事和国防消息上 小道消息都值得一听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最好听一听 小道消息是什么 有中共的船只 要求登陆台湾的东定岛搜索 但是被岛上士兵拒绝 我再说一遍 这是小道消息 好吧 但是这个小道消息的来源 是一个很可靠的账号 叫台湾ADIZ 他们是长期去听在台湾的海域空域发生的对话 他们有一个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证明他们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机构或者账号 那是这个台湾ADIZ账号发布的说东定岛岛上士兵拒绝共军登陆搜索 这就对了 有设备的自己听海事频道 CH72 然后你听到的就是应该是一段对话 就是某个人号称应该是中共的船只的人 向台湾东定岛的岛上的士兵借口搜救 因为你们刚才听到了嘛 这个有两个还在失踪嘛 借口要搜救 要求登岛被岛上士兵拒绝 这个台湾ADIZ这个账号 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台湾政府这边的说法 我觉得你不能讲是完全的彻头彻尾的否认 台湾这边的说法是说 网传中方搜救人员一度登岛搜索 这个网传中方搜救人员一度登岛搜索 他指的或许是中共那边的一些传言 陆军及海委会说 并无中国海警企图登岛一室 那这个对话有没有发生 你并不知道 因为你不能说他问一句就算是企图登岛 有一些报道他的说法是说 中方没有经过官方的渠道要求登登岛 那你觉得一个中方的船员 透过无线电向台湾守军要求登岛 这算不算是中共官方渠道 这不算吧 台湾政府否认了吗 我觉得他否认的方式很有趣 那个对话有没有发生 那你们可以自行想象 是中共长期他会经常这样做 他不从官方渠道走 因为从官方渠道走 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对吧 如果中共官方渠道说 好我要登岛搜索 那台湾当然就要站出来言辞拒绝 那你这就产生一种冲突吗 对吧 那他可能让他的某一个船只上的官兵 以个人的名义说我就问一句 可不可以登岛 对吧 我就问一句可不可以登岛 然后如果出事情出状况 那中国就可以把这个官兵踢出来 当替罪一样 说他自己问的 他其实就是想炸一下 台湾的这个东定岛上面的守军 那一旦这个守军脑子糊涂了 那他就赚到了 中共就赚到了 如果不成 中国也不丢面子 大家也都要给国军一点掌声 我觉得东定岛的守军应对的非常好 非常棒 他直接就拒绝了 直接了当的就拒绝了 那当然因为你 如果说这两个失踪的人 他如果就说飘上这个东定岛 东定岛的台湾的守军 自然能够搜索到他们 东定岛的台湾的守军 自然会通报给你中国 这种中国共产党的试探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台湾的国军处理的非常棒 非常好 直接了当的就打脸 给你拒绝 中国共产党他如果觉得蔡英文政府很软弱的话 他就会从官方要求登岛 然后逼迫台湾做出某种让步 那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知道 他在官方渠道要求登岛 他是得不到登岛这个待遇的 而且可能会被义正词严的拒绝 他被打脸 就是他想要去占台湾一点便宜 那他如果从官方渠道走 他知道自己很有可能被打脸被拒绝 所以他选择透过这个基层的官兵 做这个登岛的尝试 那尽管最后还是被拒绝 尽管最后还是被台湾的国军打脸 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承认嘛 就连台湾政府都不会承认嘛 连台湾政府也会出来说 这个没有仕途登岛 就是大家都就装霉这回事 那中国共产党被打脸的这个事情 大家也就不知道了嘛 就是以上所述完全是我个人猜测 完全是我个人的不负责任的猜测 你们自行判断这个猜测的真实性 那但是我个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 我去想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心路立场 就是中国共产党听说 这个闽龙鱼6122 今天早上在金门东定岛海域翻覆沉没 那船上六名漳州渔民落海 中国共产党就马上脑子就就闪了一个问号 说我可以用这个事件来做什么 我可以用这个事件来搞一下台湾 我怎么搞台湾 我怎么利用这个事件拿到好处 他想的不是说这个六名渔民死活了 他想的是说我怎么利用这个事件来赚一点好处 然后他一想说哎呀那蔡英文政府蛮凶的 我如果说是走官方渠道要求登上东定岛 那99%是要被打脸拒绝的 好了我告诉我的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些海巡的官兵 让他去试探一下 看看东定岛的台湾的国军傻不傻 他要是傻让我们上去了 中国很棒 那他如果拒绝了 反正台湾政府也不好意思说 也没人知道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有台湾ADIZ这个账号 他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中国共产党 他又想占便宜又怕被打脸 我觉得这样来形容蛮准确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又想占台湾便宜 但又怕被蔡英文政府打脸 所以就派了一个小卒子出来试探 然后中国互联网上面 当然就是中共的五毛粉红 大肆的在说都肯定是台湾撞翻的呀 我宁愿死都不愿被对岸救 他们害怕我们丢了船员要登岛搜查 所以说台湾政府他所说的说 一度传说登岛搜查 它指的是中国这边的假讯息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情形是因为台湾的 东定岛的守军非常的激紧 非常的机敏 非常的明确的拒绝 你们要知道如果一旦 真的台湾东定岛的守军 让中国船只中国的人员上岛 你们知道马上 中共的互联网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现在还没有登岛 根本就没有登岛 被打脸被拒绝了 他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就已经有这个 我们丢了船员要登岛搜查的 这个说法了 就中国已经随时准备好 发动这样一场认知作战了 只等着就是这个台湾国军 东定岛的守军 做出这个错误的决策 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边是充满了阴险恶毒的 这种陷阱和算计的 而且他们算计的是 东定岛的守军 你们要知道 他不是从官方渠道走的 从官方渠道走 说实话 我相信台湾政府官员 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都一定会 义正词严的予以拒绝 但是他在算计 台湾的东定岛上面的国军 他就算计那个守军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那是非常非常棒的 台湾的国军 把这个事情给 很直接的就打脸打回去了 让中共他没有得逞 所以从这个事情中 你们能看到 中国共产党的阴险恶毒 还有他既想占便宜 然后又怕被打脸 他不走官方渠道 的这一种 这种小夹子气 挠肿 挠肿啊 小挠挠啊 挠肿啊 你为什么不走官方渠道 要求登岛 你不就是怕被蔡英文打脸吗 没有关系 台湾国军 替蔡英文 照样给你打脸 知道吗 照样打脸 他在中国互联网上 制造这种舆论嘛 雪债雪长 把台湾人都杀了 要赶紧武统 每一次发生任何的 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互动 你都看到里面都充满了 中国共产党的阴险的算计 和他的陷阱 那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台湾的国军 台湾的政府是很棒的 每次都能够正确的去应对 这是关于这个事情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 给台湾的国军鼓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